看到这个昭和气息十分浓厚的奥特曼中文logo了吗 今天我们要开箱一套新创华正版授权的奥特曼积木人仔的盲盒 这还是我第一次买到奥特曼的盲盒产品 不知道能不能抽到这个隐藏款 据说这个隐藏款是闪耀的低价 下面我们就来开箱 看一下吧 这套人仔是来自这个叫做布鲁可的万里品牌 之前有一段时间天天在我家的电梯间里面就能看他们家的广告 它是以这个盲盒的形式发售的 一个是39块钱 第一个就抽中了贝利亚 这卡片做的其实蛮精致的 小孩看到应该会尖叫吧 然后人仔是需要拼装的 我们先开箱 一会儿一个一个拼 第二个是一个怪兽 葛猫拉 这怪兽在奥特曼里面发展过好几代目 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怪兽了 第三个看着花纹和颜色我就知道了 巴尔坦亲人 奥特曼有多成名 我估计它就有多成名 总算是又抽到一个奥特曼 迪迦奥特曼 然后盖亚奥特曼 在所有奥特曼的TV剧集里 我最喜欢是斐亚奥特曼 有没有一样的 弹幕出去挑个一了 音乐剧情方面我觉得都是满分 接下来是赛罗的月神形态 还是叫这个名字吧 然后是赛罗奥特曼 快抽完了 怎么还没有看到闪迪呢 迪迦奥特曼的力量型 不知道这个积木有没有做的稍微壮一点 最后一个了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希望渺茫 靠 接着奥特曼 我就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抽过什么隐藏款 这个人载的零件差不多有20多个 拼装的手感也挺不错的 属于积木里面第一梯队的视频了 我还以为这个积木人载会是那种乐高那样 放头放脑的人载呢 原来并不是 这个积木奥特曼确实比普通的积木人载 要好玩很多 因为身上的各关节都有可动 还给了替换的手型特效件什么的 巴尔坦的小钳子也都有可动 不过拼装出来感觉最好的还是这个贝利亚 这个质感真的很强 漆面非常的漂亮 搭配这个地台一起 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对了 这套积木还有个特别的玩法 进入这个AR的小程序 就可以看到这个摆着pose的AR奥特曼小人了 虽然呢咱们这一把没有抽到这个隐藏款 但是到积木小奥特曼呢 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今天呢刚好也是5月13号 新奥特曼电影上映 希望国内可引进吧 OK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下期再见 フェイ với新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全国帮助于新バ制安排 全国帮助于新闻的爱情 全国帮助于新闻的爱情 全国帮助于新闻を再学习 全国帮助于新闻的混合 全國帮助于新闻的爱情 最大的这 også是将安排的爱情